这一次新赛季的NBA当中,火箭的比赛相当不顺利,目前的战绩是一赢二败,西部盘宁已经逐渐快要到末尾处,火箭目前面临的状况十分危急。 作为主力恩尼斯,因为在比赛过程中受到伤,导致要休息三天左右,是火箭队无人顶弃这个位置,再加上保罗竞赛还要竞赛一场,更是让火箭实力大大降低。 可没有想到的是,火箭这几天面对的球队,分别是快船和开拓者以及爵士,这三只球队可以算得上旗鼓相当,要是在巅峰的时候还可以进行抗衡下,可如今火箭损兵折将,又迎来三大强敌,最终的结果只能够尽力而为。 在上个三季的时候,火箭队以猛烈的方式,荣获NBA常规赛的冠军,在没有保罗的情况下,依然还是能够赢了许多的球,可是从现在的实力上来看,完全已经没有曾经那么强大的实力。 其实主要的原因,还是因为防守能够已经大幅度下降,导致让对手突破防御而赢球。 当阿里扎跟巴默特离开之后,火箭队能够扛起大旗的就剩下保罗,所以即使拥有保罗。 在下面的比赛也是十分艰辛,谁赢谁输都是各位之数,恩尼斯受伤的原因是右腿受伤,火箭队的防守则是由他来看护,虽然实力够强大。 但是依然还是无法代替阿里扎,不过没有球员之下,恩尼斯还是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,目前火箭少了保罗以及恩尼斯。 那么首发将昏式拿几位上场,分别是哈登、戈登、乔佩拉、麦恰威以及坦克,这样的阵容虽然在停工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,但是在防守这方面却急剧的下降,可以说是将防守是弱雷无误。 北京时间10月25日的消息,火箭即将要跟爵士展开对决,要知道爵士的实力相当强大,算得上连盟当中最为强大的球队之一。 在面对勇士的时候,勇士都差点在爵士面前翻船,而火箭对上爵士的话,这无疑是表露出败局。 毕竟火箭这边除了哈登等几位球员之外,并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球员,除非火箭的球员能够超强发挥,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难道要做以待毙吗?这时却传来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大前锋克里斯即将可以上场,这能够暂时缓解下火箭队的危机。 当克里斯回来的话,火箭保守有了保障,加上哈登的进攻,或许能够带领球队走向上力的方向。